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嗨 亲爱的苏堂们 我是一刀苏苏 王的女人 谁敢动这本书 还没有大结局哦 作者每天还在更新着 如果说你在这里听得不过瘾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的另一本 古言宫斗多人剧 《家有王妃出掌城》 已经上架咯 听说呢 订阅有奖品 还等什么呢 在新书《家有王妃出掌城》的评论区 已经有很多的苏堂宝宝在集合咯 就差你了 赶紧去订阅收听吧 你不会后悔的 第869集 初冬的清晨 寒风萧瑟 忙活了一整个晚上 站营里才安静下来不久 看见凤九儿 剑衣和小樱桃过来 天机堂的一位兄弟 立即骑着马 迎了过去 九儿姑娘 看到了凤九儿 兄弟脸上洋溢着愉悦的笑意 九儿姑娘 没想到你回来 兄弟的情况如何了 凤九儿看着眼前之人 轻声问道 很好 昨日压木城的祥书一下 便没有再互相进宫了 一位兄弟含笑说道 对方派了大夫 带上了药物过来支援 暂时没有兄弟阵亡 听见如此好消息 凤九儿狠狠松了一口气 不错 她点了点头 轻轻拍了拍兄弟的肩膀 兄弟汗手 脸上再次扬起笑意 还是九儿小姐有办法 这场战 才能在几个时辰之内就结束 九儿小姐 我听说压木城已经全城投降 所以 我们是收复着就成时了吗 就这么轻易 收复一座城 确实不在任何人的意料之内 就连凤九儿也觉得 这一回 上天是真的很眷顾自己 要不是南眉眼狠心 事情也不会发展得这么顺利 她承认自己 有几分投机取巧 暂时可以这么说 但后续的工作 还有很多 辛苦大家了 凤九儿点点头 轻声回应道 能追随九儿小姐做事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兄弟脸上的笑意更浓 九儿姑娘 以后兄弟们 便安家在这压木城了 是吗 京城已经不能再回去 大家好歹 也要有个地方安家 嗯 凤九儿 看着兄弟点点头 江山是大家 一同打下来的 能不能守住 也要看大家的努力 是的 九儿姑娘 兄弟大喜 猛地点头 乔将军 他们在哪里 凤九儿 看了战营一眼 问道 九儿姑娘 我带你们过去 兄弟摆了摆手 转身 走在了前面 乔将军 邢将军 和柯炎公子 在帐中歇息呢 不过 他们进去 也不过一个多时辰 他们 有伤吗 小樱桃 终于忍不住 问道 嗯 兄弟点点头 啊 受伤了 谁 小樱桃 顿时紧张起来 一家马赋 来到兄弟身旁 刑将军 为了救兄弟 左臂受伤 昨夜 大夫给爆炸过了 可惜 刑将军 根本不当一回事 依旧加入 兄弟们的救治工作 浅淡了一口气 兄弟的声音 继续响起 安顿好 所有受伤的兄弟 刑将军 手臂上的伤口 又再次裂开了 我看到 他绑带上的血迹 是让大夫 过去给刑将军 看看 结果却被他拒绝了 这家伙 小樱桃 咬了咬牙 既然 他刚才休息 那就让他 再休息一会儿吧 看着小樱桃 这模样 凤九儿心情 还算是愉悦 他知道 行子舟总有一天 能守得云开 见月明 看起来 这一天不远了 也不知道 这家伙伤成什么样了 小樱桃 放慢脚步 和凤九儿 并肩前行 放心吧 凤九儿 侧头看了看身旁的人一眼 若是血流不止 这血 也早该流光了 既然没有流光 等他醒来 我再给他看看便好了 话语刚落 凤九儿 看着走在前方 回头看着自己的兄弟 兄弟们的伤 严重吗 兄弟点点头 气息低沉了些 实不想瞒 九儿姑娘 有几位兄弟的情况 也算是危机 现在还有大夫 在看着 具体情况 我也不知道 带我去看看 凤九儿的神色 也立即严肃了几分 好 兄弟汉手 架着马 在前方带路 凤九儿 剑衣和小樱桃 各自骑着马 一同往前 你要是担心 就去看看她 动静小点就行了 凤九儿 看了小樱桃一眼 说道 被这小丫头吵醒 行子舟肯定是愿意的 只是行子舟 也不可能一个人 用一个帐篷 若是其他人被吵醒 小樱桃也不好意思 不去 小樱桃 调摇头 不就是受点伤吗 兄弟们受的伤 也不轻啊 九儿 走 我们一起 看看兄弟去 丢下一句话 小樱桃 若无其事地 看着前方的路 凤九儿 扫了这口是心扉的人一眼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经过一处帐篷 凤九儿 分明感受到了 几道熟悉的气息 九儿姑娘 兄弟回头 看着身后之人 尽量地压低声线 此处便是秦将军 乔将军和科研公子 休息的帐篷了 嗯 凤九儿点点头 再次侧头瞄了小樱桃一眼 小樱桃看着帐篷 似乎并没有感受到 凤九儿的目光 突然 帐篷里面 传来了几分 沙哑的声音 小樱桃 快走小樱桃 小樱桃 你怎么了 受伤了吗 别怕有我在 嗯 那个 似乎姓将军 也不是第一次说梦话了 兄弟丢下一句话 快速向前 腾出一个地方 只见骑在马背上的小樱桃 来到帐篷外 便停下了脚步 凤九儿和剑衣 也不打搅 越过小樱桃 与兄弟一起 继续往里面而去 小樱桃 没事 别哭 我以后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 我 行子周的声音 依旧在帐篷里传出 小樱桃 你还好吗 过两天我去找你 再等两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樱桃下了马 和过来的兄弟 打了声招呼之后 掀开了帘子 走了进去 帐篷不小 乔木睡在最里面的位置 突把可言和行子周 一左一右 睡在外面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身影 小樱桃 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小樱桃 突然 背对自己的男子 猛地转身 刚坐下的小樱桃 被握上了手掌 他愣了愣 在握着自己的大掌上 转移视线 看着眼前的男子 看他紧闭着双眸 气息慢慢平稳下去 小樱桃 小樱桃浅淡了一口气 刚才有这么一刻 他还以为自己将它吵醒呢 若不是这个家伙 时不时喊梦话 他进来 乔木和可言 一定也知道 回头看了一眼 小樱桃回过头 伸出另一只手 握着行子周的掌 想将自己 被他抓着的手抽回 却不想 在他握上他的手背时 他的眉心 顿时皱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